他會不會傳染給男朋友 第一次親密接觸的時候有可能 接吻會嗎 接吻就是如果 當時男方的抵抗力比較差 或者是當時他有一些細微的小傷口 就有可能 對 年末處也很有可能會比較容易得到 所以我們就不要猜了 看對方有什麼泡皮就好 我的骨本也很好 因為我就是都有在吃什麼 我算是三餐都很豐盛 然後我也有曬太陽 看得出來 對 我也有曬太陽 然後我也沒有生小孩 那我就是生理期是很規律 可是我的骨頭卻出問題 因為我前陣子像去年 我都是在風慢跑 就是各個那種路跑活動我都會參加 去年我就挑戰了那個 人生中的第一個半馬 21公里的馬拉松 21公里 對 我就跑完了 可是那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我這邊的骨頭 就是你往下踩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就是會有一個聲音 然後它會痛 後來就是跑著跑著 我都必須要靠這個東西 這好像是冰骨袋吧 就是你要把它 把它固定住還是 你要把它這樣子綁著 而且要綁得很用力 要撐住它就對了 對 你要撐住 就是你要把這地方壓得很緊 你跑的時候才不會痛 然後我跑21公里的時候 我是從頭到尾 我都要兩隻腳都要綁著 本來是一隻腳 後來漸漸漸漸漸 因為你要練跑 21公里 這中間我就變成兩隻腳 我都要綁著我才有辦法跑完 那個21公里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之後有一個節目 是鐵人三項 想要找我去參加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他就是要等醫生評估 後來醫生幫我照了S光之後 發現我兩個 就是上下兩個膝蓋骨 尤其是左腳 它中間的肩距 變得比較窄 然後醫生就不建議說 我去參加馬拉松 那個是不是一直在摸 對 他說你是有辦法完成鐵人三項 可是你在訓練的過程中 因為你要一直練跑 一直練跑 他說一定會對你的膝蓋造成傷害 他說好像是什麼冰骨 怎麼樣怎麼樣 會一直磨掉 對 其實剛剛那個是所謂的 冰骨韌帶發炎 大部分冰骨韌帶發炎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要做個 伸直跟彎曲的動作 就像跑步 為什麼會發炎 是因為我們的 大腿肌力不足 造成我們的韌帶 不管是前後時韌帶 冰骨韌帶 還有側腹韌帶 不夠力 不夠力的時候 那個就會發炎 所以你只要大腿肌力 訓練夠的話 這個就比較不會 所以其實文獻上也有講說 其實我們看那些長跑 慢跑的人選手 他其實膝蓋都沒有退化 有一次我們在錄影 然後瓜哥從側面看我 他也跟我講說 最近怎麼那麼瘦啊 真的有瘦耶 我還在沾沾自行 在得意的時候 沒多久 我那時候生理期剛走 剛走其實就是蠻乾淨的時候 大概走了一個禮拜 突然就出血 出血就是用護墊那種 可是慢慢的用護墊不行喔 開始要用那個衛生棉 於是我就去看婦產科醫生 然後那個醫生就跟我講說 他講了一句 讓我覺得我不能接受的話 Keyboard老師你的得人要準備 他說 你年紀大了 子宮收縮不好 得人 好 你年紀大 天井 對 怎麼可能 他說就是你那個收縮 可能之前沒有排乾淨 於是我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坐在那個看診間 我當下就開始練 一絲好蠟教我的那個 就是 鎖鋼 夾緊 對 就是夾緊 一直夾緊 我從那時候開始就一直練 夾緊 夾緊 雖然我知道是不同的器官 但是我覺得反正 下半生意都同一組嘛 都同一組 都家族嘛 我就一直在練那個東西 結果後來他就說 這個自己會停 一兩天自己就會停了 結果沒有 他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就開始變成是一個 正常的月經週期 開始要變成用就是 疊液的 然後厚的衛生棉 我自己嚇到了 就真的又來了 於是我又去看醫生 然後 醫生跟我講說 那你這個就不是收縮不良 你這個是 同一家看嗎 是同一家看嗎 同一家 要不要換一下意思 不 那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種事 會發生在我身上 可是那時候 我真的是狀況非常不好 我那時候錄影 每一次出外景 都有人發訊息給我 包括你的助理 他都說 你知道你今天錄影 看起來人怎麼樣嗎 我說怎麼樣 他說 看起來像是 死了 就是臉色很蒼白 而且我都吃不下東西 我也沒有食慾 而且又正縫 莫名其妙就大感冒 錄影錄到就是 過年特別節目那時候 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還狂接尾牙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那樣子的因素造成的 因為你還算年輕 但是實際上 真的在40多歲左右的女性 我們會發現 有的人他月經這種不規律 或一下量很大 確實是跟這個 子宮收縮力不良有關係 有時候他是 子宮收縮沒有力 所以他會覺得說 好像一下子 血流的特別多 有點不規律這樣 或拉得特別長 那你怎麼可能前兩個月沒有力 現在變有力呢 所以它是 它裡面荷爾蒙它要調節 所以你後來就是吃了一些 荷爾蒙的藥 可能就調節好了 那我練那個就是 練那個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個沒有用的 但是 那是漏尿的 對 但是這也是好大教的 但是你練的那個子宮 它沒有辦法練到子宮內膜的 子宮裡的肌肉 我對身體也是不錯啦 只是練不到那種 練不到子宮內膜 我第一次得泡疹的時候是 高中的時候 可是那時候我很緊張 因為那時候 然後呢 有一天莫名其妙 嘴巴這裡就腫起來 就是很像 水泡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因為有愛 那時候我是學校的 所以我就不敢去學校上學 因為我整個嘴巴 整個腫起來 腫得很大 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我不敢去上學 整個腫得跟香腸嘴一樣 而且又很癢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醫生說 那個就是唇部泡疹 我從高一開始 得了一次唇部泡疹之後 之後陸陸續續 只要我只要考試 熬夜 壓力大 壓力大 然後就全部都眨在嘴唇上 很奇怪 然後一直到我現在 只要是 反正就是工作一多 我就會開始有癢癢的 我就知道唇部泡疹來了 然後我抹藥 吃什麼維他命C 一些就是補充營養的東西 它就會消下去 所以它一輩子都會跟著我嗎 已經剛剛提的那個叫做 跟楊醫師講的 剛剛 帶狀泡疹不太一樣 單純泡疹 它一旦發作過一次 就會藏在神經節裡 一旦藏在神經節 就每當你美麗一下 這樣它就跑出來作亂 那這樣以後它會不會傳染給男朋友 第一次親密接觸的時候 有可能 接吻會嗎 接吻就是如果 當時男方的抵抗力比較差 或者是當時它有一些 細微的小傷口就有可能 對 年末處也很有可能會比較容易得到 所以我們就不要猜了 看對方有個泡疹就好 沒有 但是單純泡疹通常大部分 就比較不會有致命的危險 可是帶狀泡疹真的會 就像剛剛楊醫師說的 那我也有一個 我自己的案例 是一個七八十歲的阿嬤 她是長在眼睛的帶狀泡疹 那一開始因為很輕微 只有幾顆水泡 所以我們在門診 開了口服特效藥 帶狀泡疹是少數的特效藥的病毒 對 那我們給她特效藥 就讓她回家 就隔不到兩天 她就開始 胡言亂語 然後沒有辦法對答 就我們發現 她送來門診的時候 她的病毒已經跑到她的腦部 造成腦炎 所以她後來就昏迷了 整整一個月 還好家屬有急躁發現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會整感染科 還有神經內科 整整治療了一個月 在加護病房裡面 十年前我去印度 去柬埔寨的時候 還有去埃及 我就是那種 宋醫師講的那種人 就是我只要去這種 開發中的國家 我那 破約機就是 會不自然 你跟破約機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會一直 會一直拉肚子 一直會拉肚子 我連坐在駱駝上 我都會 叫駱駝等一下 把我去拉 就是 我就是那種人 而且我一定要買礦泉水 到飯店去 不要碰那個礦泉水喔 不要這樣 那我很奇怪 我就是腸胃很不好 那我都會請家醫生 開一大堆的腸胃藥給我 像那種紙屑的 紙屑 你能開多少 就開多少給我 我就是那樣子的人 後來我真的怕到了 有一次我去尼泊爾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 高山症的觀念 小時候被爸媽帶去尼泊爾 其實尼泊爾機場有一定的高度 大概快一千多 快兩千 那時候我不知道 第一次去到那麼高的地方 那我們就住在尼泊爾 那導遊就帶我們到 要往聖母宮的路上走 慢慢慢慢車子就是往山上走 一次就爬 爬到兩千多 將近三千 大概高山症差不多三千 就會有一點症狀 那那時候小時候也不知道 就跟著那台車往山上走 那那個導遊就說 大部分的人要去尼泊爾 就會從這個地方 然後進入那個登山口 下山就突然下山 回飯店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不舒服 後來我就發燒 發燒之後我一個人在飯店 我什麼時候不知道 我爸媽覺得說我發燒 他就把我丟在飯店裡 晚上我真的燒到38 39度 就是不成人形這樣子 起來到房間發現都沒有人 我是穿著浴袍 然後在那個飯店這樣子爬 爬到拉比去 因為打手機給我爸媽 都沒有接電話 我去拉比 問那個拉比說 請問你有看到兩個亞洲人嗎 拉比說 有 然後爬到卡丁尼去 發現我媽媽看到我說 你來囉 這邊的炒麵很好吃 他們兩個看我發燒 還給我去卡丁尼賭錢 到那時候我都不知道是高山症 一直到兩年前 我去南美洲玩 然後我去跟醫生諮詢 去跟家醫科諮詢的時候 我家醫科提醒我說 這個地方高度很高 你要小心 差不多3000公尺左右 就會有這樣子的症狀 然後他告訴我說 有那種大醫院 他有一個旅遊門診 然後叫我特別去掛旅遊門診 而且他一個禮拜只有一天的診 會開高山症的藥物給我 還要叫我小心 叫我上網去查那個疾管局 說有黃熱病 叫我要注意 而且那時候南美洲流行 資卡 對 然後我就去掛了旅遊門診之後 我才有這麼多的資訊 以後也拿到一個黃皮書 這些我才通通都知道 然後我就 就是預防萬一 結果他去了還是一樣 就還是得 對 這樣 他也是一樣 坐那車上躺在 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下山 下降 下降 再下降 可是你沒辦法 因為那個城市就是 3500公尺高 你怎麼下降 飛機到那邊就3500公尺 對啊 你怎麼下降 沒辦法 還是那樣子 就是你一旦發生症狀 你就看你能夠 在24小時到48小時之內 如果症狀有緩解 大概你就適應了 就是我是吃藥 然後讓自己昏迷 昏迷一天然後醒來 那還有一點危險 有... 讓自己昏迷是最不建議的方法 昏迷中就過去了 我又醒來 我又醒來 就我有一顆特效藥 是瓜哥助理給我的 他們兩三個女生 一個男的照顧三個女生 都通通這樣昏倒 快昏倒的感覺 就他一個男生沒事 對啊 這個女生 他也是先去看旅遊門診的 對... 高三如果有失眠 通常我們都不太建議 你吃太多的安眠藥 如果你真的 真的在昏睡當中 結果症狀變容中 那反而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人生中 唯一坐救護車的經驗 是因為我阿嬤 那一天我是在家裡 擔任保姆的角色 帶著我妹妹的小孩 那我們全家人 就是都去上班 我爸媽都不在家 出國的出國 那我妹妹去上班 就跟小朋友在家裡 玩一玩的時候 突然照顧阿嬤的看護 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小姐... 那因為我阿嬤 她就是有癌症 然後在家裡 就是躺在床墓上 她的戲劇 就是在床墓上看電視 她就說她感覺怪怪的 結果我去樓下一看 她幫她量體溫 是發燒 然後呼吸很不順 狀況很緊急 她整個臉色不好 然後我感覺摸她 也沒有什麼呼吸 臉色變得很難看 那因為我知道 她以前肺就有問題 然後常常就是 呼吸很不順 所以我們就打電話 叫了救護車 救護車沒多久就趕來了 當時狀況非常的混亂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看到那個醫護人員 上來要扛她的時候 小朋友就大哭 家裡又沒有人 這個時候變成說 我要跟去 那我阿嬤的那個主治醫生 是在慈濟醫院 我當時又住在基隆 我當下真的非常的緊張 有點語無倫次 她就會問說 你阿嬤叫什麼名字 然後什麼幾歲 什麼東西全部都問 可是其實我阿嬤 然後什麼 可對身分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好一個一個問我媽 然後就說 那阿嬤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說 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有抽菸 然後有賭博 這樣我怎麼知道 喂 所以妳是遺傳她的囉 沒有 抽菸跟賭博嗎 二十幾組都沒中過 是怎麼傳她的 不是 好 我承認有一點 那我就真的很緊張 那她就一直問說 那阿嬤的症狀是什麼 那這樣子狀況已經多久了 然後最緊張的狀況是 因為我們本來要直接送到 她的那個慈激醫院 突然在基隆 要上八股交流道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們用那個 無線電還是對講機 講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她說 來不及 就直接送到八股的長根醫院 好像類似就是說 你送到慈激醫院 是來不及的狀況 要轉到最近的醫院去 然後我們就直接衝到 八股的長根醫院去 進了急診室 後來她在家戶病房 住了兩個禮拜 那我真的要很感謝 那個救護人員 所以她會評估這個時間嗎 對 她會評估 當時很可能是血壓太低 或者是血氧濃度太低 這兩個可能性最高 是 講到這個 就是謝忻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不僅在現場做完處置 我們會根據病人的狀況 然後去做一個比較 她是不是可以送到 病人想要求的醫院 就像謝忻講的 詞健 那如果病人狀況真的不好 那根據我們法規 我們會就近適當 去送就近適當的醫院 先做緊急的處置 幫穩定病人之後 在醫院端 再去轉送到其他家醫院 對 那我們大概都會知道 我們的轄區裡面 有哪幾家醫院 可以負責處理這個部分 像剛剛有幾位分享到 創傷中心 可能就是要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才會去前往這個創傷中心 那像八千層包就沒辦法讓皮膚 因為人多嘛 對 就一路往下送 從內就需要到燒燙商中心 對 要燒燙商中心 是 不然觀眾不知道 就是這麼多人 同時湧進來 要到底送南大那裡都滿的 而且還要有這種 有設備的 不然沒有設備白送 對 沒錯 你當募時間 對啊 沒錯 像我之前在 剛考到高級救護技術院的時候 在北部實習在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有 高級救護技術的這個分隊 那本身台北市在出勤的部分 都是雙軌出勤 所謂雙軌出勤就是 由轄區分隊出勤 你的發生事故地點的轄區分隊 再搭配高級救護技術隊 我們就這樣高救隊一起出勤 三十出頭的一個上班族 一個女性 她其實在外商公司上班 所以常常她下班時間 都已經10點 11點 有時候甚至過夜 所以她回到家之後就覺得 自己累了一整天 我想要上網 就滑手機 甚至追劇 所以其實她平均大概 每天大概都是三點 半夜三點之後才睡 有一陣子她忽然發現 她的月經本來是很準的 然後後來開始量變得比較少 甚至顏色變得比較深 她可能以前比如說是來五天 然後後來變成四天 三天 後來變成可能第一天用衛生棉 第二天就可以換成護墊 就是量開始變得非常少 後來她去檢查 醫生就說你這個就是很嚴重的 內分泌失調 其實國外已經有非常多研究 發現說光線其實會透過我們的眼皮 影響到我們的腦下垂體 然後藉由腦下垂體 因為腦下垂體是跟很多荷爾蒙的平衡 是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的生理時鐘 本身是日夜顛倒的 那其實等於說 你在不應該接受光線的時候 你去接受光線 那其實就會對我們的腦下垂體 過度的刺激 他們國外研究發現對於女生的 腦內膜癌跟乳癌的耗發率 是會大幅度的提升 希望大家除了作息要正常之外 最好是在一個完全黑暗的環境 就算如果你怕你驗尿會進來 連小燈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頂多就是小燈 我們的眼皮很薄 它的光線還是透得進去 還是會有影響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減重 那大家一定很常聽到 錯誤的減重方法 也會影響到女生的復刻 像有個例子是一個女生 她是要矯正牙齒 因為有矯正牙齒的人都有經驗 就是她在綁的時候 綁很緊的時候 綁完隔幾天 其實牙齒是很痠很痛的 她想說正好趁這個時間 我來減肥算了 反正也吃不太像什麼東西 而且頂多就只能吃一些 牛脂或軟的 她就說那我也蠻喜歡吃豆腐 不然我就每一餐吃一盒叉叉豆腐 然後加那個醬油膏 一開始吃頭一個月的時候 真的瘦蠻多的 大概瘦了6公斤 她就很高興 可是後來她繼續這樣吃的時候 就發現開始長痘痘 然後頭髮開始容易落髮 然後後來甚至月經也開始混亂了 她本來是時間一到 月經就滴一滴血就會下來 然後後來就開始變成 延遲或者是說量跟顏色 都開始有一些變化 其實她自己也知道 長時間這樣吃一定是不對的 因為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所以後來她就覺得說 算了 反正我也瘦了6公斤了 那我就吃回原來的 結果她真的到後來 把月經調回正常 她花了將近快8公斤 這個伯伯她是有一次就是門診閒聊 就聊說她要去非洲看那個肯亞 她要去肯亞看那個東吳大天氣 我就問她說 妳有沒有做什麼準備 她就說沒有 我就是跟著旅餐出去就好了 我一下子就幫她掛到 我自己旅遊醫學門診來 我們其實要做什麼準備呢 就是真的也是點開機關局的網站 要看說當地到底是不是有什麼疫情 那再者就是說評估當地的一些飲食飲水 如果說它的條件真的不像台灣這麼的好 因為台灣的人就是基本上 不太會有A肝的抗體嘛 所以其實如果你的飲食條件 條件不太好 然後你又常常要跑到 東南亞 埃及等等這些國家 也建議你說你可以打 因為其實A肝疫苗打完兩劑 它其實大概就有二十年的效力 就是足夠你去很多的地方 那再者還有就是當地非洲 就是如果是以肯亞來講的話 它其實本身就是很多的地區 都是 所以其實它必須要帶上 瘧疾的預防藥物 並且要全程把它吃完 那還有什麼更常見的 它本身是一個慢性病的患者 它是在打胰島素的針 所以其實是必須要用到這個 以掃出的針跡 以避免說它再過海關的時候 可能會就是比較不順利等等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也會幫它準備 因為搞不好它到當地 如果說它的醫療資源 沒有這麼的發達的話 它如果有減尿的病例 帶出去給當地的醫療院所看 這樣在溝通上面 也會比較方便 對 所以其實 留醫學門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然你在國外身邊很麻煩的 我覺得許醫師就講到兩個 非常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你要出國前 如果你覺得旅遊醫學門診 你要去的地方你比較不熟悉 或是最近有新聞報導說 那個地方可能比較怎麼樣 你應該最少要 你不要說去看你醫學門診 你剛剛說你下禮拜就要出國了 那就算你打疫苗也來不及 省下 所以一定要錢要提前 如果要去那些很先進的國家 一般是不用 因為那邊如果有出什麼事情 如果你沒有與世隔絕 事實上你從新聞上也都看得到 那除非你去那些東南亞國家 你才需要去說 去找他們說那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疫情 其實像剛才講到的我覺得最可怕就是 因為之前在我們急診室有個病人 他40幾歲 那天晚上他被送到我們急診室的時候 是全家一起來的 他一個人就一直叫右上腹很痛 來的時候眼睛一看就是 他的那個肝的功能全部標到七八百 七八百這樣子 黃膽標到六 那時候我們一檢查出來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一個 極性A型肝炎的大發作 他說我們就想說 這個病人怎麼會得到A型肝炎 因為事實上現在在台灣 A型肝炎已經很少了 我們就問他的病子 他說他是上上禮拜才剛從 東南亞一個國家回來 可是他我們就說 我們測出來你得到A型肝炎 那整個家人都不敢相信 因為他們全家一起去的 為什麼只有他 後來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病人他可能本身就是有糖尿病 所以他免肝炎稍微差一點 另外一個他為什麼大胞這麼厲害 因為他本身還有 就是A型肝炎 就是你本來有B肝C肝的 慢性的肝炎的時候 你如果在種A型肝炎的時候 那個就有可能會大爆發 這麼多病還是不要吃去玩 這麼多病 不是 還是想聽萬一玩玩 看看是不是 不過我還是要講 就是因為現在那個A型肝炎的 那個小孩子 現在已經變成 之前都還是自備 現在開始政府把它變成公費 但是還是不大一樣 如果今天你是自然得到的 A型肝炎的免疫的話 你大概可以撐一輩子 可是如果你是施打疫苗 來的那個免疫力 跟你自然得到的不大一樣 大概是20年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以前打過 你現在就沒事了 可能還是要去測一下你的看病 如果超過那個年紀 超過那個年紀還是要測一下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